继续来看有关于在这个赖清德的国庆文告演说完之后 那么其实就有传出再来大陆真的是要来进行军演了吗 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说 台湾双十演说这个是例行性的活动 那么中国不能够以此为借口从事任何挑衅的指动 那么针对美国的发声我们的外交部也是表达感谢 但是军演还没有正式宣布 反倒是在商业上面商务上面的部分 看起来大陆又有新的一个作为了 大陆商务部就公布有关于部门正在依据对台贸易的壁垒调查的结论 研究要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同时大陆国台办也跟进 强烈支持有关部门依据对台贸易壁垒调查的结论 研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所以军演还没到 但是这所谓的之间的贸易战又要继续来进行了吗 那么时事评委员谢寒冰就说 布林肯所谓的不要拿这个来当借口 表示布林肯还是觉得赖心的演说很危险吗 张静老师也说 绿营对中国大陆的文攻武嚇 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又舍不得放弃这种政治操作 但是中共进行军演武嚇威者的机会恐怕不高 立将军则是说 会不会举行演习已经不重要 解放军的目标不是在台湾 对抗的目标是美国 解放军在国庆日之前试射过东风31A1G型导弹 很明显就是在警告美国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来继续的请教历史哥 怎么样看待我们目前这种两岸之间的关系 在赖清德的这样的一个国庆文告 虽然看起来是讲得很憋 讲得很压抑 但是这些国安高层早就在赖清德的国庆文告之前就告诉大家 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大陆一定会举行军演 可是现在军演还没到反倒是贸易战先来了吗 我想这个对岸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吗 这几年的态势越越明显了 所以贸易战其实不是只是现在而已 而是越来会持续的进行 因为现在对岸只是把我们当成一个客观存在的贸易对象 不再是像过去一样 是特别优惠的贸易对象 那为什么过去特别优惠呢 因为两岸一家亲 两岸血浓于水的 这当然是对岸 你就说对岸的统战也可以这么说了 所以他把你当特殊对象 当然对你很好啊 那你现在两岸不好 那我就正常对你就好 我正常对你 我就看你什么受不受得了 但我也不要一口气断掉 一口气断掉 你激发你的应激反应 这他也不乐见嘛 他就希望让台湾老百姓知道 这叫精准打击 台湾老百姓知道 跟中国大陆搞不好关系 两岸关系不好 对你的生活是有影响的 这就是对岸的一个目的 那至于精益军演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理解一个是 很多人都猜联合利监2024B 什么时候会发生 那现在都10月了 那我是认为了 搞不好内部已经用过这个代号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因为 我上次有看这个小舰长 呂里斯的一个分析的报表 他把这个中国大陆的基建活动 做了一个统计 从520之后很明显 这个曲奇是爆放上升的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一直在增强强度 那至于他内部的演练科目 怎么变化 怎么操作 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虽然国防部在掩盖一些消息 他在淡化 对岸已经到家门口的消息 但其实从几个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 除了空军的基建配合的方式的 一个越来越复杂化之外 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航空母舰 在这里面通过 包括他的远程的科目 他所进行的 我觉得就像刚才 像一些将军他们说的 他已经不单纯只是针对台湾 其实一直都是 我们就讲这巨子作战 巨子是第一件事 作战是第二件事情 但整个巨子作战又是整个台海作战的 一个发挥的一整个部分之一 所以其实他内部 已经做了很多复杂的一些搭配 那这些搭配里面 搞不好联合利剑 早就已经是BCD 他是密而不宣 只是看状况宣 所以民进党高层想说 用一招耍花枪的方式 我先预料了 我先预判你的预判 我预判说你一定会出招 所以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可是对岸难道不是预判了 你的预判的预判的预判吗 你说我会出招 我偏不出招 其实我出招了 只是你不知道我在出招 他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以啊 但如果真的要有一个观察节点的话 那搞不好对岸真的是在等说 基隆罢免的这个结果 因为基隆罢免假设对民进党相当不利的话 那他也达成了部分的目的 那他是搞不好 他甚至也不用军演的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也有这个可能性 不过以我们现在对于对岸 在整个操作的细致程度方面呢 我只能讲第一件事情 军事的操演始终没有停过 第二件事情 贸易的调整始终没有停过 第三件事情 他要处理台湾 他不会 就是如果在应对台湾问题上面 他很清楚 问题的根源来自于是美国 是华盛顿 所以他对美国跟华盛顿 是同盘考量一盘起 甚至是全球的国际外交政治军事 他是全球一盘起 这也是为什么后面要去射东风31AG等等这些状况 这个都是属于世界战略型的武器 这个31AG他是可以搭载核弹头 他是战略型核导弹 但根本打台湾根本不需要用到战略型核导弹 就算要核导弹 也不需要用战略导弹射 这个大家要先了解 很多绿营的受众 他们受到绿美的洗脑 他们搞不清楚这一点状况 第四点 为处理台湾问题 不要对民进党政府有任何的想象 任何的想象都是多余的 只要做一件事情 坚决的对民进党政府 进行他的一个压制 那这个压制包含在军事 包含在政治 包含在经济各个方面 但对于台湾老百姓 尽可能敞开大门 我们可以看到台胞镇第一次办的人 这个景区上千个景区通通免费 然后尽量鼓励你来交流 办非常非常多的交流活动 以前交流活动每天敲流打鼓 做的是什么 做的叫KPI 做的叫公开交流 现在的交流活动 据我了解 两岸交流这一阵时间 增加了非常的多 而且过去都是以国台办法为主导 现在更多的是什么 用民间各种机构 各种方式去交流 希望更可能在官方完全断讯 甚至是敌对状况之下 让两岸的民间的交流 两岸的民间的善意堆积的更高 透过这种的方式来反向真正意义上 给民进党施压 因为其实老公也看穿了民进党的底库 民进党什么都不在意 只要有选票 只要有民调 他当然是热于吃冷血蛮 这个冷血蛮太香太好吃了 打从民进党走上台独路线以来 他这抗中保台牌根本是白打不腻 所以到了蔡英文时代 那简直是吃爆了 直接吃出一个817 那到现在赖清德选上 他也是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跟这样方法 所以民进党现在所有的政治人物 几乎都养成稀反设施的状况 就可以验证这一点 所以对老公来讲 我干嘛要跟你在那边ABCD呢 讲了一大堆没有任何意义 就讲了一大堆 你们从来不是真心的 就像美国一样 怎么让美国真正意义上 愿意听一听人家讲话 愿意真的做点什么呢 简单讲他会痛嘛 所以美国自己就是这一波经济 真的是数据真的是不好嘛 灌水的数据也不好看嘛 唯独股票的 那可是政府会失去选票嘛 明显现在民主党 陷入极大的苦战的时候 他就愿意跟中国大陆 稍微稍微好一点 民进党政府也是一样嘛 只有民调真的是败到不行的时候 他发现朝抗中宝台 也朝不出民调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真的拿出 一点点真诚实义 但那个真诚实义也是假的 也是建计在利益 那不管怎么样 这就是整个对岸在处理 两岸问题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这些很细致的操作 会继续来进行 好 继续我们要来看到 大陆总理李强 十一号是出席了 东协峰会期间 那么在会见了 新加坡的总理黄勋才 李强表示 双方长期友好 希望可以延续传统 加长战略沟通协调 而黄勋才则是表示 新加坡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的政策 反对台独 并且不会被任何台独 势力给利用 李强表示 长期以来 中心保持密切良好 高层交往 中方愿同新方 延续这一优良传统 加强战略沟通协调 黄勋才表示 新方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中方 密切高层交往 推进互利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支持彼此维护 李强随后前往越南河内 展开正式访问 这不只是他任内第一次访问越南 也是11年来首位访问越南的大陆总理 越南媒体报导 李强第一个行程 就是跟越共总书记苏林来会见 外媒指出 这一次访问预计是要讨论 双方合作的具体内容 签署铁路和农业贸易相关的协议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te 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 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钢防晒凝露